大家好,很高兴从今天开始,我们一起学习花卉学。 我们今天首先理解和掌握花卉的概念,与花卉有交叉重叠的相关名词,以及花卉学的对象和内容。 花卉的概念,从字面上看,花,flower,是被子植物的繁殖器官,也是植物最吸引人的观赏器官,可以引申为观赏植物,olimental plant。 绘是草的总称,意思是草本植物,herbaceous plant,也就是金干木质化程度不高的植物。 所以,字面上,花卉合在一起,就是草本的观赏植物,herbaceous elemental plant。 观赏的部位不仅仅有花,根茎叶果也都是可以吸引人的。 水养,可以观根,扁竹了观赏绿色扁平的变态金,国兰看叶盛看花,秋菊观花,薄筑草观果。 还有薰衣草,薄荷,香锦,台湾胡椒木,米兰,九里香等芳香类的花卉,都属于观赏植物。 即使通常认为是野草,杂草的植物,我们也提倡尽量发掘,让人们注意到它们的美,进而加以利用,以体现植物的多样性。 园林中观赏草的应用就是这样的典范,所以判断是否观赏植物,不必过于拘谨。 当然,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还是那些典型的观赏价值高的植物。 与草本植物相对应的,是金干木质化程度高的木本植物。 根据其金干特征,又可以分为主干明显,高大的桥木,金干丛生的灌木,以及需依附于其他物体生长蔓延的藤本。 我们来看看花中四君子,梅兰竹菊,它们首先都是观花观叶的植物。 其次,梅花和竹子是木本,兰花和菊花是草本,所以兰花和菊花才是草本的观赏植物,即花卉。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植物,梅花,牡丹,菊花,兰花,月菊花,杜鹃,山茶,荷花,桂花和水仙。 对,它们就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,它们同样都具有观赏价值,其中只有菊花,兰花,荷花和水仙是草本观赏植物,即花卉。 这样说肯定就有人觉得别扭,不能接受了。 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不是花卉,是什么呢? 没错,它们都是花卉,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花卉。 我们刚才讲的花卉定义为草本观赏植物,是一个狭义的概念。 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,花卉的概念早就不局限于草本了,而是一切可供观赏的植物,形成了广义的花卉。 广义的花卉既包括草本花卉,也包括木本花卉,通常叫做观赏树木。 此外我们还经常遇到园林花卉,景观植物,及室内花卉这几个名词。 园林花卉,景观植物,是指陆地应用的花卉,landscape plant。 室内花卉,就是室内应用的花卉,翻译为indoor plant,或者house plant。 这张幻灯片中,左边的两张都是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景观,其中用到的就是园林花卉,或者叫做景观植物。 右边这张是我们学校花卉基地中有一个大棚改建的养生花园,其中的花卉就属于室内花卉。 我们来整理一下,广义的花卉就是一切可供观赏的植物。 它包括狭义的花卉,草本花卉,和木本花卉,也称为观赏树木。 从应用这个维度来说,花卉包括室外陆地应用的园林植物,也称景观植物和室内植物。 我们把两个维度组合一下。 室外应用的草本,比如柳叶马边草,就是园林花卉。 室外应用的观赏树木,比如白玉兰,就是园林树木。 室内草本,比如红色的网纹草,就是室内花卉。 最后,室内的木本,比如杜鹃红山茶,就是室内木本花卉。 最后,我们总结一下,希望大家掌握花卉的概念,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。 其次是花卉相关的名词,包括园林花卉和室内花卉。 掌握了这四个概念,其他组合的名词就都好理解了。 花卉学的对象不就是花卉吗? 那么,是狭义的花卉,还是广义的花卉呢?都不是。 我们的目标是园林树木学,园林树木栽培学没有设计的其他观赏植物。 所以,树木之外是草本,园林之外是室内,合起来就是草本和室内木本花卉。 回顾这个表格,花卉学的对象是所有的草本花卉和所有的室内花卉,排除园林树木。 我们看这两类花卉,由于它们的个体较小或易于控制栽培,所以世界各地交流频繁,应用广泛。 我们的教材目录直接可以检索到的就有203种或数。 华中农业大学教学实习基地的花卉粗略统计有500种,所以花卉学的对象是一个庞大的群体。 花卉学的内容,从我们约定俗成的英文Floriculture来看,它是由Floral,花卉的,加上Culture,栽培,组成的。 大家对Culture这个单词更熟悉的含义是文化,其实大家也可以将它的两个含义联系在一起,理解为,人类的文化文明起源于龙根。 回到Floriculture字面上狭义地说,花卉学是花卉栽培学,但是广义的花卉学,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程设计的内容,包括分类识别,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,繁殖栽培,Propagation and Cultivation, 园林应用Nonscape Use和室内装饰,Interior Decoration。 如果大家没有感觉的话,我们比对园林树木学,主要讲述园林树木的分类识别和园林应用。 园林树木栽培学,学习园林树木的繁殖栽培。 可见,花卉学不仅对象庞大而且内容庞杂,需要我们多投入,也相信大家能丰收。 花卉学的学习,的确需要大家身心投入。 花卉学是一门欣赏自然,感知科学,创造美好的课程,希望大家乐在其中。 花卉与花卉学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 花卉学,花卉学,花卉学,花卉学。